各位朋友大家好,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,别人读诵经咒,您能受益吗? 一个最为常见的误解是,读诵经典确实可以给人带来良性作用,但这种作用是一种心理安慰。 这种见解是非常错误的。 一般说来,科学的态度是要用事实来判断一个说法是否正确。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,网上有大量的记载读诵经咒获得神奇殊胜利益的文献,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搜索阅读,在此不再赘述。 在本次视频当中,我们从佛学角度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释。 首先,我们介绍一个重要的词汇,叫回向。 回向是佛教修学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修行功夫。 通俗来讲,所谓回向是将自己所修的功德、智慧、善行、善知识,不愿自己独享,而将之回转归向于法界众生同享,以拓开自己的心胸,并且使功德有明确的方向而不致散失。 根据佛学大词,回向的定义是这样的。 回者回转也,向者续向也,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,而取向于所欺,并且回向。 欺,施自己之善根功德,于他者,回向于众生也。 以己之功德,而其自他结成佛国者,回向于佛道也。 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中,对于回向有这样的论断。 复次地藏 未来世中,若有善男子善女人,与法法中所中善根,或布施供养,或修补塔寺,或装礼经典。 人一尘尘,一杀一滴,如是善事,但能回向法界,使人功德,百千生中,受上妙乐。 如但回向自家眷属,或自身利益,如是之果,即三生受乐,舍一得万宝。 事故地藏,布施因缘,岂是如是。 上面论断告诉我们,不论所行善事如何微小,但能回向法界,即回向法界所有众生,其利益覆盖百千生。 而如果仅仅回向给自家眷属,或自身利益,则其利益覆盖三生,但仍属于舍一得万宝。 所以,也有人说,回向是一个神奇而善巧的法门。 回向对于佛法修学非常重要,普贤菩萨有十大行愿,最后第十行愿就是普洁回向。 也就是说,无论造作何种善业,诵经、念佛、修订、修善都是善业。 无论造作何种善业,都要将所有大大小小的功德收设起来,向未立有情愿成佛这个目标送出去,即是回向。 《大方广佛华言经》普贤菩萨行愿品中,对普洁回向具体解释说, 言普洁回向者,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,解析回向, 进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,愿力众生长得安乐,无助病苦。 欲行恶法解析不成,所修善业,结束成就。 关闭一切诸恶去门,开始人天涅槃正路。 若诸友情因其极极诸恶业故,所感一切极重恶果,我即代受。 另比众生惜得解脱,究竟成就无上不提。 菩萨如是所修回向,虚空借尽,众生借尽,众生业尽,众生烦恼尽,我此回向吾有穷尽,念念相续吾有间断,身与异业,吾有疲验。 在理解上述经文的时候,我们要注意,不能将回向和分享混淆。 如果一个人得到美食,不舍得独自享用,而将它与众人分享,那么分享的每个人能够获得的美食只有原来美食总量的一小部分。 但善根的回向不是这样。 越是回向给众生,善根就越是增长,越是舍不得回向,善根就有可能越减少。 如果硬要打比喻的话,可以将回向与知识共享相类比。 一个有用的知识和大家共享,每个人都可以用用该知识为自己和他人谋福利。 而且知识的共享讨论和灵感的碰撞,还会产生更多更好更有价值的知识灵感和经验。 从而有更为强大的造福众生的力量。 所以,无论造作何等善业,都不要忘记回向。 因此,对于本视频的问题,我们的结论是,yes,他人读诵经咒,其他人是可以获得利益的。 因为善业和善果的转化是灵活而微妙的,在转化的过程中,不仅可以是数量上的变化,也可以是利益接收值的变化。 我们还要强调另外一个论断,就是通过回向,善法功德可以使他人受益,而同时修行者本身也必定受益。 这也是我们互助其福的工作机制和依据。 再说一遍我们的结论,功德善根可以回向给其他众生,因此他人持诵经咒,并回向给您的话,您必定会获得相应的功德利益。 虽然这份功德利益可能没有您自己亲自修行那么多。 最后,我们再对一个相关的观点进行辨析。 关于因果规律,佛教有一个重要的观点,叫做自作自受,共作共受,不作不受。 以下面这件事情为例,某善事送食经咒并回向给您。 对此善事而言,使自作自受,他所关注之人的利益之果。 对您而言,为过去或现在因缘之自作,也就是过去或现在您有供养善事的善行之自受。 对于善事和您,这样一个整体,为共作共受。 最后,对本频道做一个小小的广告。 本频道名为互助祈福,本着正命自活的原则,为有缘网友提供有偿祈福读诵服务。 有需要此互助祈福服务的网友,请直接对上述的打赏链接进行打赏,并留言说明回向目标及祈愿。 例如,某某父亲某某先生速得安康。 祈福念诵时,会在咒语的前后,加上类似如下的回向句。 那么,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,广大灵感,观世音菩萨,我今读诵大悲神咒,功德善根,回向某某父亲某某先生速得安康。 本频道会将祈福的过程公开发布到本频道的专项祈福playlist播放列表中,工作主可随时观看。 更多的案例可观看专项祈福播放列表。 也可提供祈福对象的近期照片,一共修持回向时使用。 请使用email联系,namofa.gmail.com NAMOFA是NAMOFA的汉语拼音。 感谢您的观看,静静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 再次感谢,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